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起事件 高雄岡山空军官校一架AT-3的教练机 在今天早上进行训练的时候 起飞五分钟就发生了坠机意外 少尉飞官徐大军不幸殉职 那他的坠机地点呢 是在人烟稀小的地方 有专家研判他应该是尽全力 在最后一刻都保护民众 那么他呢从空军官校起飞 但是三分钟之后就消失在雷达光点 那最后的坠落地点呢 是在大岗山的一处空地 那其实附近有民宅 但是呢民宅都是安全的 其实当地的居民就说啊 当下他们就有听到碰的很大一声 跑出来看有人说看到远方有冒烟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气爆呢 后来就看到飞机解体零件自善 那殉职的徐大军少尉 4月16其实才刚过生日 当时他的爸爸还祝福他飞翔天际 结果没想到发生不尽殉职事件 家属也悲痛的赶往坠机地点 高雄大岗山草地上 一体干上白布身边还有监视人员 附近树枝被撞断 地上明显刮痕满地飞机残骸 31号上午8点08分 发生AT3教练机坠机意外 飞官徐大军少尉殉职 那这样变成很大声 我就说那是车磅还是车磅我不知道 31号坠机意外发生前 总共5架AT3教练机 将前往台南西港附近训练 徐大军少尉驾驶的教练机 8点03分从空军官校起飞 三分之后光点消失 坠落大约在六七公里外 大岗山田出一路77号附近 没有撞击民宅 飞官当场训职 附近民众听到巨大碰撞声 一度以为是气爆 房子还震动一下 出来查看 发现地上冒烟 军方立刻出动 大批人员搜寻 找到时 徐大军尚未不幸殉职 他是新北市人 年仅23岁 空官110年班 还市民学官 飞行总时数 116.2小时 AT324小时 第二次单飞 就发生坠机意外 目缺的都是 应该是台坦的地 徐大军4月16号 才刚过生日 爸爸祝他飞翔天际 一个半月后 却发生坠机意外殉职 家属悲痛将前往高雄 岗山办理后事 记者刘明有王说 A3小组高雄报道 那坠机的意外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少卫的资料 他是空军官校 110年班的 那飞行时数呢 是116.20小时 那开AT3的时数呢 24小时 其实这是他第二次的单飞 我们来看 有专家研判分析 会不会有可能 跟飞机老旧有关呢 AT3教练机 其他的机灵 已经将近要40年了 实际的数字 应该是差不多38年左右 但是呢 在这些年来呢 累计发生过15次的事故 总共有8位飞官殉职 现在呢 前空军的这个副司令官呢 他也研判 可能飞发动机 或者是天气的因素 那是什么呢 会跟飞机老旧有关吗 会是跟鸟籍有关吗 现在恐怕都还有待 空军进一步的调查 徐大军少尉驾驶的AT3教练机坠毁 从起飞到光点消失 仅短短的5分钟 这关键的5分钟 究竟发生什么事 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 所属的全部的学员的飞行训练 目前都暂时停止 人员是在飞机残骸的附近 并没有接到任何飞机故障 以及人员弹射校长 这是无线的呼叫 迅职的飞官少尉 AT3飞行时数仅仅只有24小时 这次是他第二次单飞 专家分析会导致失事 恐怕跟天气和经验有些关系 看来天气也不见得很理想 因为梅雨刚过 水平能见度可以 但是垂直能见度不见得很好 甚至吸到鸟 它为什么没有弹射跳伞 是不是因为它在处置 或者闪避这些民宅 或人员稠密的地区 由于这次坠机的地点 是在内陆平地 因此这也是国防部 调查的重点之一 国防部六年来 已经有十六起的重大事故 坠机十次导致十八人殉职 今年来更已经出现 三起重大意外 包含一月时的F16V坠海 三月中幻象亮牵失事 再到这次AT3坠毁岗山 特别的是AT3教练机 十年内已经出现四起意外 导致四名飞官丧命 专家认为AT3服役 已经三十八年 机型老旧也可能是念货原因 AT3教练机失事 宝贵的年轻飞官殉职 显现出飞官养成的教育困难 以及台湾各型战机 老旧的老问题 只希望国防部赶快检讨 避免悲剧一再重演 记者赵宝等 那有媒体就整理出呢 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来 发生过时期的重大的空军 空难造成20人死亡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蔡英文的脸书呢 还有po了一篇讯息 大家稍早可能都看到新闻了 重点帮大家画出来了 接过讯息难过不舍 我已经指示国防部 彻底厘清事故原因 全力来协助处理后续 很多网友也开始在底下做回复了 网友翻白眼po文觉得说 这又是万用稿吗 另外还有人故意很酸的说 一个hashtag 很多飞官走了 这样说会不会被抓 有人也说飞官是人 小孩不是吗 网路上很多人都在做回复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篇 是不是又有 这个是青绿粉砖 又有人在带风向吗 这样一个留言 他说呢 令人难过的消息 但重点就在 我们有一个坏邻居 天天派飞机接近台湾 这算不算是带风向呢 那新疆院长孙恩昌 今天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也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国防部会立即的查明原因 给家属最大帮助 好聊天室我们刷一排祈祷祝福啊 也希望呢我们的空军都能够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之下起飞以及降落 我们再来看前空军的副司令长张延庭 他说呢他的分析哦 因为这是这最近十年来哦 AT-3教练机发生的第四次的事故了 他提到呢最近几年好像飞机的失事率比较高 他说光是今年已经有三架飞机失事了 包含F16幻象2000还有AT-3教练机 因此呢他呼吁国防部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承认问题才能解决 有天气因素 有机械因素 有人为因素 然后最近我看到天气也不见得很理想 因为梅雨刚过 水平能见度可以 但是垂直能见度不见得很好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天气因素未必理想 机械因素 飞机的飞行的终点非常的高了 已经用了40年了 第三个飞行员 他的毕竟他的飞行时间非常的短 只有AT-3的时间24个小时 总飞行时间126个小时 如果飞机有任何状况 他要去处置 毕竟没有像资深的飞行员 他为什么没有弹射跳伞 是不是因为他在处置 或者他为了避免撞到民宅 或附近的人烟稠密的区域 为了闪避那些就这些操作 为了闪避这些民宅 或人烟稠密的地区 而让他丧失了宝贵的逃生的机会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今天陈绍卫 他就为国殉职了 我想要从很多的因素来客观的分析来探讨 飞机是老旧的 因为40年了 在这种使用量高的状况之下 他的飞机的可散率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可高度也会受到影响 毕竟机灵高了 在这种双重因素的压力之下 飞机的这种操纵上的顾量上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新 毕竟新的飞机好开 新的飞机安全 飞应的飞机保障比较多 那今天AD-3他用了40年 在基建因素我认为难免会出一些状况 找出问题的噪音 而面对问题 先承认是问题 再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再解决问题 那当时募集的民众说呢 他们就是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听到这个碰一声的巨响 然后呢就看到远方呢 开始有爆炸之后 窜出的白烟 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油罐车爆炸 他们听到这些事有听到声音吗 还有保证一下中柜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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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晚上看就是不烟 烟看看烟是好像七早在上班 后来你看人家 应该是 前面是中柜汽油罐车 因为上面有人在用油那 結果到尾了 我們身體比較依照 之後我們站在裡面看 結果看到鋼鐵廟 鋼鐵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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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以前說 鋼鐵是鋼鐵的 沒有很多 鋼鐵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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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被船廟嗎 這電子轟 就 ret tackle 那你要把射拍 undercover 但那裡有被 galera 鋼鐵に 鋼鐵は 鋼鐵らspot 鋼鐵らpan 鋼鐵が凍らわない 鋼鐵の鋼鐵は 鋼鐵は 這裡空間在江山而已 他們一份人去烏的沒有 都會再看到 第一次看到就飛機滑了 第一次是這裡啦 這裡你們出旁邊第一次看到 它滑了之後再看到 吃到那邊就沒有滑了 是喔 反而會滑掉的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深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